助力区域协调发展,这些长效机制不简单。 了解经济规律的人都知道,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力量,一个是市场的力量,一个是行政的力量。 有人形象地把它们比喻为两只手,市场的力量是无形的手看不见,行政力量是有形的手看得见。 要让经济健康发展,这两只手都要发挥好作用,缺了谁都不行,越了胃也不行。 那如何把握好这两者的关系,让经济稳步前行呢? 那就是符合市场运行规律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长效机制。 我们国家现在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来提升经济前进的动力,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建设来推动的。 国家发改委员副秘书长范恒山在中国经济大奖堂中就谈到了这样的机制建设。 我们怎么把随机行为,特别是政府领导换得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把他的胆区行为解决,把他的临死的行为解决,那就需要构建制度化的环境,建立长效机制。 这些方面我们正在探索。 那么哪些机制对我们很重要呢? 比如,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大家都知道千岛湖吧,它是非常重要的水源地,当年见千岛湖的时候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前几年,千岛湖周边出现了负营养化,就是由于水中氮林等植物营养物质含量过多所引起的水质污染现象。 后来国家一看,这不行呀,必须要采取措施。 但是,这个措施不能是什么行政命令,因为行政命令的效果很可能就是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于是,就用了一个新的办法,叫生态补偿机制,设置补偿资金每年5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3亿元,千岛湖所涉及的安徽浙江两省各1亿元,专项用于千岛湖上游,新安江流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流域综合治理,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方面。 按照约定,安徽出境年度水质达到考核标准,浙江支付2亿元,水质不达标,则安徽支付2亿元。 短短三年,千岛湖的水质就又好起来了。 再比如,重大农产品的补偿机制,啥意思呢? 我们知道,关于粮食或经济作物的种植,有个别地方并不是自主决定的,有的地方服从国家需要,种粮食。 比如河南和黑龙江,这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两个粮食主产区。 大家心里都清楚,搞农业不如搞工业发展快赚钱多,河南和黑龙江有那么多的耕地,如果能多建些工厂,经济水平岂不是更好? 为啥没有这样做呢? 就是承担了生产国家粮食的重任,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是做出了贡献的。 为了让这些做出贡献的地方也能共同奔小康实现现现代化,所以就出台了重大农产品补偿机制,就是要给人家补偿这一块的利益。 第三个,还有我们的重要资源的利益补偿机制问题,也要建设。 我们资源分布是不均衡的吗? 有的地方资源多,但是为了全国的需要,它要全国调动,它要配置这些资源的需取地,怎么能够跟它补偿? 我们要建设。 说到这儿,您大概明白了吧?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碳排放权,水权等等问题,也都可以采取相应的机制建设,通过市场化交易来优化环境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各式各样的办法建立长效机制。 最终,一定会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